前面也拍過了 有朋友拿了這種細身的對白聲蛋盤 叫我幫他把底板換進食環 之前改了兩支 拍過了 大家可以看前面 今次又拿了兩支來 但這麼巧 因為這個有支扭蛋板 自我挑戰一下 嘗試落下扭蛋會怎樣 這些真的做到硬改造 即是玩硬改造的好處就是這樣 只要小件東西的版本少少不同 會有很多不同的新挑戰 第一件事,面具的難關是甚麼 燈光是否閉嘴 因為它本身的扭蛋 如果是啪出來之後 這支扭蛋是很難撿的 撿爛了 變成了開螺絲,蓋了面塊 而且平時的財團是很有趣的 用紙裂寶 通常都是用熱風吹出來 但它這次的小巾都很有趣 這支扭蛋是膠裂寶 即是想起一張裂寶 最好不要用熱風吹 就這樣挑起一張裂寶 整張裂寶 慢慢似出來 因為熱風吹的話 它的膠裂便會融 隨時 膠水未溶去便會快膠溶 所以如果你打算 有機會要拆開改造 這支扭蛋 最好不要貼著 因為只要貼上去 膠水一時那麼久 天氣熱的話 一溶實在裂寶 再裂寶就幾乎很難 這支扭蛋 開了出來之後 最初以為是 拌粗食物 原來喇叭也一樣 如果理論上 只是把電源線接過來 完成 這支扭蛋 之前提及過 為面子盡量 再少看底板 所以用完手線 在這支扭蛋 變成線薄線 在這支扭蛋 一步到位 就不需要 看底板那麼多 就像上次一樣 放正 那支扭蛋 按到它的按鈕 才可以 誰知有趣 就是這支扭蛋 它本身的電池 比較高了 所以這支扭蛋 所以這支扭蛋 就變成了兩顆 是扭蛋 才有的 變成了 現在 這支扭蛋 不關事 這支扭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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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頂住了這支扭蛋 進不了 這支扭蛋 這支扭蛋 就真的 不要亂試 試一下大家 薄薄 試一下 批開這裏 偷薄了開板 即是偷窄了少少的位置 讓它可以放在這裏 放到這些位置 然後讓它可以放在這裏 然後讓它可以放在這裏 當然它還有少少的虛位 這支扭蛋 這支扭蛋 就連這個混合不得也不用了 就用模型 剩下ABS的軟膠 剪了薄薄的出來 剪了底 剪了底 這支扭蛋 就完成了 吃得很實 不會講長 在這裏 我這支扭很短 現在就完成了 現在是個新箱 我要求的是Gashat 來吧 我們要勝負 Frankla 我會版的 我會版的 Snipe MISSION 開始 TOKEN 目觸 第二戰術 這瓶改完後, 成功了, 向朋友交代了, 不用移動 拿一瓶食玩, 試試做燈的實驗 大家見過日本那邊很多人鋪了 我看過, 如果在裏面裏面裏面, 都蠻順暢 看看日本那邊的人介紹 可惜我這裏附近真的買不到零件 就是用大家屌到糟糕 港版海姆的Lock Seed 用方形LED 如果買到的, 最棒的 因為平均圓的, 頂住底板, 不夠位 如果用那隻, 就可以放進去 理論上最好, 直接在電池裏拿電 利用喇叭, 拉多條線, 加一個心極管軸開關 就可以跟著音樂製作閃 可惜這裏一來, 我附近沒有電影機器 二來, 大家都知道 我剛剛才做完眼睛手術 這麼細緻, 我真的不知道能否做到 不敢亂來 所以, 如果你們有關改燈 我看網上有些人已經開始替人替人改燈 當然年輕人玩 如果不是有問題, 就請教一下那些... 專業玩具高手達人 唉唷, 我也不知道 朋友說他們很厲害 就找他們來做 我這裏是山寨製作 在家裏找到的工具和零件 隨便玩一下 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玩得開開心心 便宜吃好勢 拜拜